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來,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每個星期 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都會在《華山論見》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華山論見》 各位鄭仲 大家好 又是《華山論見》的時候 今天有我陳華雄 Feely 和我身邊還有另一位朋友 Hello 大家好 我是蔡特劉慈泰 當然我們兩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的題目 首先第一個 我想討論在今個禮拜 前幾日前 在加拿大捐血機構出了一個公佈 原先我們加拿大禁止一些男童性戀者 就是去捐血的 這個是終身禁止他們捐血的 但是今次這個加拿大捐血機構 公佈了 它說會有一個限制 但是他們可以有權捐血了 限制是什麼呢? 就是五年之內 或者是不可以跟其他男性發生性行為 這些人就可以獲准去捐血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想先要講一些背景 為何加拿大捐血機構有一個禁令呢? 最主要原因是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紅十字會 處理這個捐贈血液的安排的服務 那時候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愛知病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不太感覺到問題嚴重 接受一些帶有愛知病毒的大捐血 有病毒的大捐血就去接受他們捐血 最後發現這些捐血就捐了輸血的病人 令到其他人感染了愛知病 或者是血型肝炎 其實當時不單是愛知病 還有一個預型肝炎的大捐血 都透過他們捐血 而9天去輸入這些血 就是需要輸血的時候 形成了一個所謂 他們染上了愛知病 或者是預型肝炎 形成了幾大的問題 當時有一個獨立調查報告 最後結論說紅十字會應該要及早防範 形成了禁止男同性戀者捐血的問題 先講背景之後想討論 今次放寬禁令 是否適當呢? 我想首先要搞清楚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加拿大是沒有禁止任何人宣血的 只不過就是紅十字會 或者說這個捐血組織 不接受你的血液 要分清楚 你捐血 你可以去其他組織 那你就去捐血了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捐血組織 不是禁止他們捐血 而是不接受他們的血液 不接受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也不是男同性戀 那麼簡單的問題 而是 我想女同性戀者都不接受 因為這個HIV 或者肝炎 尤其是HIV 它是透過體液去輸送 亦都會存在於血液裡面 那如果是一些所謂相性戀的人 相性戀就不是異性戀 相性戀就是 男也可以 女也可以 並且很多男很多女都喜歡的 這樣的話 這個HIV的感染 是會經過男女之間去相傳的 這樣的話 就算一個女同性戀者去捐血的話 一樣會造成一個血液的污染 另外就是 其實性濫交 都會令到HIV的血液污染 當然 現在我們說的是一個 不接受同性戀者 輸血的問題 要澄清一件事就是 不是AC 現在我們不是說AC 而是HIV 所謂這個人體免疫系統 缺陷過濾性病毒 就是這件事 我想補充到達 其實我想討論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由正面看 其實這個放寬 不接受同性戀者捐血 這個捐血組織這個決定 是基於兩個考慮 第一個就是 到底這個政策在健康衛生方面 是否可能會有個 原本不接受是因為 最主要原因是怕他們污染 而現在科技的發展 是否可以令到 這個 可能 避免出現污染的血流 去造成一個 輸血的 去感染 感染疾病的問題 是已經得到控制 如果得到控制的話 其實這個放寬 是一個 或者得到一個更加詳細的 所謂的科學的驗證 是可以原來說 五年內 你只要沒有同性發生關係 或者是 其實 剛才你說的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相性戀者都有機會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不是 這個問題是因為帶有HIV positive 就是HIV 症的病毒 而令到它能夠污染了 令到輸血者都帶有這個病毒 即是會發生 原本沒有的 突然會發生這個問題 現在的科學 是否窗明到可以做到一個驗證 就是確保到這些捐血的人 是真的可以測試到 或者是預防到它們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關鍵 現在溫哥華市中心附近 有很多間 和你驗HIV的地方 所謂驗HIV 有幾樣特色 第一個就是 完全免費 嗯 免費的敵意是什麼呢 就是 不收它的錢 就是我給你付錢 所有的錢 第二個就是 它不需要你有個BC卡 或者醫療卡 任何人都可以 第三 你去到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ID 你只需要提供一個字 代表你自己 或者一個Number 或者你自己任何的名字 它就跟你做 第四 不需要是加拿大人 第五 服務時間 只有八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如果你需要在其他時候 即是八點半後 做HIV test 可以電藥 可以安排 但是最後一件事 就是 它只是服務 同性戀者 或任何 跟同性戀者 發生性關係的人 記住 是同性戀者 或者 跟同性戀者 發生性關係的人 如果你說 我又不是同性戀者 我又不是 跟同性戀者 發生性關係的人 那麼 它就會說 我轉戒你去別的地方 原來他們都有所謂 discrimination 就是分流 回答你的問題 科學上可否檢驗呢 其實是絕對可以的 因為 剛才我所說的這些中心 其實分四級 來和你檢驗HIV 第一級 叫做Rapid HIV Test 快速 快速測試 那叫做HIV Test 它在你的手指 多個針 然後 有一股血 出來 兩分鐘內 就有結果 這個叫做Rapid HIV Test 第二個 就叫做Early Test Early Test Early Test 就是 原來任何感染HIV病毒的人 它由沒有這個病毒 至有這個病毒 頭過24小時內 它的身體是沒有抗原 沒有抗原 所以HIV病毒 會分裂得很快 它會比普通HIV感染者 血液中的病毒 血液中的病毒 的數量是24倍 那麼多 嗯 而這個所謂Early Test 是由頭12至12日內 你感染了 它可以檢查出來 第三級 就是SED STANDARD HIV test 第四個叫做全面性性病 test 那麼它這些中心 分裂四種 我的意思是 其實任何一個血液梳集中心 身是滑獻訊 科技上 可以進行一些TEST 去驗一下你 第一,有没有HIV的抗体 或者 驗一下你有没有HIV的病原病毒 但是问题就是 要花多少钱去做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 谁负责 譬如科学上可以供应给血液收集中心 但是操作这个试验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出错呢? 如果有机会出错的话 它感染其他血液的机会大不大呢? 如果感染其他机会大的话 再有没有后续的试试 再一次试血液里面的干净程度呢?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上次红十字会 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有感染的血液给一些患者 包括血有病的患者 有百多人这么多 所以引起牵然大波 令政府都要脱牌 这么厉害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最关键的是谁负责的问题 其实我也看到一些科学资料 显示在台湾 原来有一个新的检测方法 检测一些已经捐血者的血袋 到底会不会感染到HIV的情况 那个检测方法是比较先进的 令到即使现在我们说 如果你发生性行为之后 你可能会有外肢病的带菌者 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你有一个空窗期 即是那个发生性行为的人 是不知道自己可能有机会 带HIV病毒的 空窗期大概是有九 现在捐血机构就要普通用九日来做一个基准 而这个研究 即是一个新的测试机制 就是说可以将空窗期再缩短一点 都可以知道到底有没有 即是这包 捐血者的血袋 可能会出现大HIV病毒 这个原来根据他们的估计 就是台湾现在每年有180万个捐血者 每年收到的捐血袋大概是230万代 那就是要动用大概1亿8千万的新台币 去利用新科技 去重新测试 即是每次都测试 到底有没有 有一袋血是带有HIV病毒的 其实这个就是正正刚才的问题 即是技术上我觉得 现在是真的可以更加保险 去确保到 这些捐血者的血袋 是不可以测试 有没有带有HIV病毒 但是需要它的成本 那我的问题就是一个 那为什麽我们 捐血机构 是需要付出这麽多的成本 去确保 即是HIV 或者是其他预言肝炎的病毒 是这麽危险呢 是否应该呢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即是我想我们看下 就是说 这个问题为什麽是 表面上好像只是针对同性戀的人士 那对它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呢 刚才你说就是说 几多百万代血 每一代都要验 但我们知道就像加拿大的情况来说 加拿大通计局的数据就是说 其实同性戀的人口 只不过是占我们1-2%而已 那但是为了这1% 或者2%的人口的捐血呢 我们就要每一代血都要这麽要了 那这个呢 我想正如你刚才说 这个社会成本是很重的 那但是为什麽它不知道 它们的血液里面 很大可能是有HIV病源 它都要去捐血呢 似乎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它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权利的问题 它说我有权捐血 如果你不让我捐血呢 你就叫做歧视我了 我想几年前都曾经出过一些新闻 就是说 当红十字会不去接受 这个同性戀者捐血液的时候 同性戀者就说他们歧视 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人权上的侵犯 而他们当时的理据就是说 红十字会坚持是要去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不是同性戀者 他们就说连问这个问题都不应该 因为应该叫做什么 一视同仁 所以如果你问这个问题 就等于叫做discrimination 但是这个所谓discrimination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看法来的 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 在Downtown 在Downtown 不是Downtown 接着就会问一问你 过往你的性行为的状况是怎样 咦 原来那些同性戀的人去查HIV 红十字会 过一天又指你的性行为的状况 那为什么你不觉得这个是一种歧视 或者是侵犯你的私隐 而红十字会对同性戀者的歧视呢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一个双重的标准 另外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同性戀的人 他是特意去捐血的 他是明知自己有HIV 他是特意去捐血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抗疫的方式 当然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现象 我们都是呼吁同性戀的人示意 他知道自己本身有HIV的病毒的话 当然是为人为己 就不要做这些行为了 但我想再说一个point 就是说我问一下你 五年内你有没有跟同性戀的人发生性行为 暂时的反应就是同性戀群体 都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不公平的现象 对于他来说 但是其实大家退一步说 他说五年内有或没有跟同性戀的人 有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你怎样知道 你不是一样要逐代血车吗 是吧 难道他说我四年半 我五年 我六年七年 那你就相信他吗 是不是你相信他 你就不会出这一袋血 然后你就要任何一个受捐赠血液的人 去承担你的责任呢 当然不是啦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根本就是完全对于接受血液的输血车来说 完全没有保障 嗯 明白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这个题目 我怎样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为何申请按揭要找专业房屋按揭顾问呢 跟人家有什么分别的 申请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啊 我第一次买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别优惠的 那么多楼房买卖的问题 就要听实一clickradio 每个星期二播出的楼房按揭101了 我何杰文 和嘉宾主持Alan宋一良 会帮大家解答不同的楼房按揭问题的 千万不要错过啦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 华山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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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听众 我又回到华山论剑的第二节了 刚才在前一节的时候 Chotter 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捐血者 自己 比如说自己五年内是没有同性发生性认为 那么这个statement 其实是否真的可以达到 就是我们可以避免我们所捐血中心里面的血腹的血液 是没有受到感染呢 我自己看到一个个案 就是2008年8月在美国有一个病人 因为手术需要大量输血的时候 他就因为输血而变成一个HIV positive的带菌者 就是最主要原因原来就是在捐血者里面 有一个人他声称自己是从来都没有同性发生性行为的 但是后来他承认 就是说是根本是他讲大话 他在这个捐血的时候所签署的文件里面 声称自己没有发生性行为是错的 他根本是有 就是多一些动机我不知道 在他看过那个记录的报道就没有说 但是就形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住院申报制度 就是现在我们加拿大说 就是现在改了捐血中心 就可以接受同性恋者去捐血 只要他声称五年内是没有同性发生性行为的话 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么大的作用呢 是不是可以防止到一些HIV positive的 就是受感污染的血液 是留在我们可以真的防止到呢 我真的很大有疑问 其实如果要确保那些血液清洁的话呢 你唯一就是每一包血都检验的 否则之外你现在的做法 跟你以前不接受的捐血其实没什么分别 因为就算有或者没有 那么你怎样相信他呢 或者他忘记了呢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说如果解决 第一要么就是完全不接受他 那个血液的捐赠 那么那个问题不是说 你可以防止到他偷偷地来捐血的问题 而是说责任就在捐血的人那里了 如果他偷偷地来捐血的 他不告诉你 而又找到 或者你是透过一些测试 测试到这袋血 有一个HIV的病源在里面 又或者真是不幸 这包血是透过输血 感染到另一个人的话 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追究捐血者的法律责任 是吧 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留意的 另外还有两个方法是我们可以考虑 第一个就是说 不是不让他们捐血 而是说由同性丸的组织 或者同性丸的群体 自己负责接受这些血液 而他们有责任 确保这些血液是没有污染的 这也是责任的问题了 好处就是说 同性丸的群体 它自己要背回污染血液这个罪名 变成他们也会很小心地 去筛选哪些人捐血 或者哪些人不想捐血 那么如果有同性丸群体 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 一个同性丸者捐血的话 那就不存在我们去歧视他的问题了 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方向 但是最有效 最最最最绝对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人自己捐血回自己 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这样做了 但是这个概念就未很广泛去流行 做法就很简单 每一个人平时没有事没有干的时候 就定期去捐血 然后就告诉捐血中心 我现在是捐血回自己的 万一我将来有什么病痛 或者是有什么交通以外 我需要的时候 我会用回自己的血 如果你的血清洁的 那你就肯定清洁的血 否则都没有什么分别的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或者政府可以去跟国民去多些宣传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就退一步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将这件事看得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其实有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的 在2012年10月5号 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定 如果有任何人 他本身是带有HIV病毒 而他不向他的性伴侣表明这个事实 而跟他的性伴侣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他违法的程度叫做严重性侵犯 实际法官这样判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 两个 第一个 他说今天的福记仍然不能够 让一个无端白事给你传染到的人 是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去去减低这个祸害 另外一个原因 那个法官说就是这个行为是会有一个 significant risk of body harm 就会对对方的身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损伤 的损害 因此之故 所以我们才那么强调或者那么紧张 就是说 给不给同性女的人去捐血呢 这个完全是不关其事的问题 是那个significant body harm 那个身体的损伤的问题 而有另外一个 花边的新闻 其实是真的一个新闻来的 就是说 在2012年12月 Los Angeles 那个voters 就approve了有一个law 就是说 所有人拍成人电影 是一定要戴鼻人套的 听来很好笑的 就是拍成人电影 花文福语 怎样怎样 但是看到男主角全部戴上病兔的 那挺有趣的 为什么呢 这个叫做measure b 为什么那些voters 那些投票人 会赞成这个法例呢 就是说 要保障 就算你做戏也好 你做戏也好 你都会有性命运 就是保障人身安全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都说了很多 两个例子都说 说出 其实这个 某些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都很要保障 我们人身安全 但是如果今次这个 所谓放宽生效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 输血真的保障没那么多 可能比你刚才说的 美国加州对小电影的拍摄者的保障 拍摄的演员的保障 最好的保障就是自己捐给自己 这是最最最好的保障 我希望大家都要考虑这件事 好 我先真正正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再讨论第一个题目 你现在听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天地有正气 习言并留言 下载为何恶 上载为日星 喂喂喂 你干嘛响书背正气歌啊 就1clickradio咯 我都知道他们很正气 但是都不用背正气歌的 不是哦 那节目标写着 天地有正气的 哎呀 此气不同脾气啊 你应该读成 天地有正气啊 每个星期四 肥龙出文和你介绍新戏 《环冠北美票房》 还会在电影大百科环节 讨论古今中外一些对人生有影响力的新旧电影 咦 更翌日看电影之前 就一定要听到天地有正气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每个星期 一班时事评论主持 都会在华山论剑碰面 他们个个个唇枪舌劍 论尽天下正事 《华山论剑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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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华山论剑碰面的第三节了 这节我们想讨论的问题 就是关于一个 一个法院的裁决 BC最高上诉庭 就在礼拜二作出一个裁决 就说BC教师工会 其中在一个地方 叫做South East Coatley 那个地区里面 有些教师在2009年的省选之时 就作出一个 就是在一个学校里面 就想贴一些poster 和带一些币章 去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 而是学校当局阻止 这个就形成了BC教师工会 代表这些教师 去作出这个法院的日品 就说学校是无权阻止 他们去这样带一些poster 和带一些带一章 去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 而就在上诉庭的法院裁决里面 就说 之前仲裁人就在2011年 作出裁决 就说学校教师是真的无权这样做的 去不适当地向学生 去灌输一些政治的信息 但是最后 上诉庭就在礼拜二的裁决 就说 认为仲裁人的判决是错的 教师是有权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见解 在这个学校里面 贴poster 是有一个行动 基本上都不是很特别影响到学生接收信息的权力 而是可以维持到教师的表达意见的自由 那这个就是这个裁决的一个结论 那我就想讨论 会不会变成这个 刚刚我们的省选就结束了 那在下一次省选之前 我们会见到学校里面 教师就铺天葛地这样 派入着poster 贴一些金章 去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 令到学生成为一个单边 就是单方向接受某一类型的政治见解的一个接收者 我认为Charta 因为你都选过学部委员 那你是不是主要有多一些看法呢 就这样讲吧 我们首先看回那个裁决里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看一下社会上面有没有其他的事件 可以给到我们一些 insight 首先内容就是说 BC上诉庭 他3比0说BC Teachers Federation提升数 原因就是说 没有证据显示教师这种行为 是会带出任何对学童的损害 第二个他就是说 Open communication and debate about public political issues is a hallmark of the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y 就是说 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面 我们应该是要极力去捍卫言论自由 就是类似是这样的 好 再加上他说 那些儿童现在在一个多元化 和一个当然文化的社会 所以让他们知道更多一些 其他的社会性的观点和意见 也是他们一个教育的经验 这就是那个BC上诉庭的其中一些说法 我们慢慢分析 第一个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harm 伤害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 儿童应不应该或者是否接触多些 不同的社会意见和观点 是一个对他的学习体验 是一个影响呢 逐点说 第一个案例之一 教师有没有权或者有没有言论自由 或者这个言论自由的界线在哪里 我们暂时看看这些东西 有一个教师叫做Chris Campbell Chris Campbell 是什么人呢 就是教师 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亦都对同性恋的人士有一种同情 以至到他在课语的时候 课语 他在课语下班 不是教师了 在自己私人的时间 用自己私人的电脑 写了一些文章 去劝人不要接触同性恋的生活模式 因为这种生活模式 会带来一个身体上的祸害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HIV的问题 就差不多这样 他这个言论自由的结果是什么呢 分别是Chris Campbell 是用他的私人时间 在课堂以外使用他的言论自由 而刚才你所说的这班教师 他是不满意省政府对教师的政派 他言论自由就在课堂里面的表达 照计有一个教师在课堂以外使用他的言论自由 应该是没问题的 结果就是BC教师学会 立刻登上了Chris Campbell 的牌 不让他做教师 然后Chris Campbell 就很惨了 结果是上诉等等的东西 结果都是不得要令 维持原判 结果现在Chris Campbell 要做什么呢 就曾经要駕垃圾车 这么惨 后来现在唯有去一些天主教校 陆教 那你就会发觉 咦? 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呢? 第二件事 言论自由 从一个学生来说 又有没有言论自由呢? 在Nova Scotia 阿罗华市高沙省 2010年5月6月之间 他就穿了一件黄色的披衫 上面写着什么呢? Life without Jesus is wasted 即是他表达他自己的宗教观点 就是说 唉! 不信耶稣呢? 即是浪费降音了 那这个是否言论自由呢? 好! 结果就是 被Super Intentant停了他的课 不让他回学 好! 再看回 你刚才提到2011年 仲裁员的问题 其实他的Decision 就是政治材料 应该是在学校的班红之外 就不应该在班红里面 去跟学生洗脑的 好! 我们看了这几个案例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其实BCTF 当他要提出一些论点 去支持他的讲法的时候 又或者有某些 上宿庭法官 要提出论点去支持他的判决的时候 你会发觉 他们跟其他社会的现象 是不吻合的 令人怀疑 其实他们究竟是否 从一个宏观的社会的好处角度去看 去做事 或者从一个平衡观点的角度去看 这是全有疑问的 另外一个观点我想说的是 这些究竟是否政治观点 是否政治观点 这算不算政治化呢 有些人可能说 可能不是政治化 我只是讲教育性的东西 其实我也可以看一件事 就是加拿大税务局 他要求教会 就是church 他要求教会 他对教会有种要求 加拿大税务局对教会有种要求 就是你可以讲论政治的东西 但是你不可以是偏邦政党 那什么叫偏邦政党呢 就是说 譬如一个选举期间 譬如A党就是说 食大麻合法是好的 A党就是说 妓女应该合法的 假如是这样 如果church的牧师就说 各位会众 投票是神圣的 我们都要投票 但是我们就不要投票给那些 支持大麻合法法的政党 我们又不要投票给那些 支持妓女合法法的政党 你这么说呢 加拿大税务局就会说 你违反了你慈善机构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可以考虑 对你采取一种制裁的手段 那相反来说 如果那个牧师说 我们觉得 我们要行使我们的公民权 要投票 大家一起投票给那个 贊成大麻合法的政党 你都不行 因为你的言论 是跟某个政党的政策 是相反或者协调 这样的 你都叫做违法 加拿大税务局 只可以容许你怎么做呢 就是你参与政治 就是说 大家就要投票了 投什么党你自己选 这个就是加拿大税务局 对于所谓偏邦政党 或者是政治political的定义 如果把这个定义 摆在刚才你说的事件里面 一些教师用签章的方法 或者用一个poster的方法 把他对政府的贊成 或者反对的意见 写在门上 这个是不是political呢 绝对是 再加上 其实以前 2002年的时候 也有些纽纷 仲裁员 在当时 他就容许教师 向家长表达政见 但是方法就是 他要求教师 如果要向家长表达这种政见的话 就要进入密封的信封里面 这样才可以透过小孩 交给家长 就不是很公开的 将这些东西通道去标帖 做poster 不是这样的 虽然他 2002年的仲裁员 都是认为 教师是有一种表达的权利 但是表达的方法 是有限制的 我也看过刚才你讲的 仲裁员的裁决 我们稍后回来 我再说一下 我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人生不如已是 十常八九 你 会选择如何去面对呢? 生命有甜 有酸 有苦 有辣 人生不同的味道 你有没有一一细味呢? 逢星期一 一clickradio 诚意献上一个 用正面态度 去面对人生不同经历的节目 世美人生 主持人李向晴 每个星期都会请来一位嘉宾 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 不同阶段的经历和感受 还有正面积极面对困难的过程 世美人生 和你世美人生的正能量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华山论见 好 又回来 华山论见的第四节 刚才我在上一节说 我们回来看我的看法 其实我反而想讲一个近期一些的例子 就是说 刚刚过了这个省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有些报道 就是说 学生都有投票的 但学生的叫做student role 就是说是 其实在全国都有不同的 有个组织在全国城不同地方 的省选 或者是团邦选举 都会做一个无意的投票 就让学生去投票 就是他们安排 那些学生去到自己的 例如你联志民区 那联志民区里面 就有一个 就是同一个选区 里面的一家学校去投票 那刚刚过了这个省选 总共有大约10万个中小学生 中小学生 他没有说中小学生 就去投票 那这个选举的结果 就是说 38%的票 都是支持新民主党的 而支持自由党的 大概有28% 而支持六党的大概有17% 那根据这个选举结果 新民主党NDP 就拿到50席 而54席 而自由党就拿到20席 六党就拿到8席 那么 保守党是拿不到任何移植的 根据这个学生的投票 那么这个呢 就正正是给个感觉到 就是 我知道这些学生 都是很有独立思考的 但是 某程度上 这个投票结果 跟我们现在普选 正式的省选结果 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说 一个就是 正式的省选 就是自由党大胜 我们就拿到50席 而新民主党 只是成为一个反对党 就是我们上次讨论了一个问题 那么 正正是这个 这个学生的投票结果 反映到 其实他们 我不敢肯定是白者白 但我自己的感觉到 他们会不会是因为 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是他们在教师的 那个传递给他们的讯息 或者是政治理念 令到他们会比较倾向于新民主党 其实你如果看回教师 他有一个叫code of conduct 嗯 这个教师的code of conduct 里面有一句说话 你要留意的 他就是说 你不能够利用 师生之间的特殊关系 即是说 老师的优势 去拿某种意识形态的便宜 说得明白一点 就是说 任何教师 你不能够利用 你在教室里面 对于学生的优势 去灌输一些意识形态 你教课本的东西 你就教课本的东西 教育厅 有curriculum 你跟 你就要教那些东西 你自己有任何的 社会性的意识形态 也好 这个是你自己的事 你就不能够利用 你师生之间的 让这个老师优势 去拿便宜 这个就是code of conduct 如果将code of conduct 放在现在这个事例里面 所有这些教师 他不是12班 11班的学生之前 做这个行为 他是在所有的班级学生面前 都做这个行为 包括由一年班开始 你想想 一年班的学生 怎么知道 你有什么政治上的 做这个行为 尤其是小学里面 很多时候 学生都觉得 教师说话 先生说话 就是对的 有些角度看 这班教师 正正就是违反了 他的code of conduct 应该全部都被纪律处分 但我不明白 为什么 那些法官 竟然是不会看这个 所以这个判决 是绝对有问题 第二件事 他说 no harm 对于学生没有造成一种伤害 你刚才阿菲尼 就说了一句 你相信那些学生 是有一个critical thinking 有一个ability 有一个能力 去做一个批判性的思想 对不起 如果你容许先生 用这样的方式 去发表他的政见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潜移物化的效果 尤其是越低连 越低连 这个效果更加明显 你和他这样洗脑的时候 他就会潜移物化地 去采取了某一种偏客的政治意识态 这就是一个伤害 就是一个伤害 你是伤害了他的critical thinking 那个ability 就是他批判性思想的能力 这就是绝对一个伤害 第三 判决里面也说了 他说 学生去多看一些不同的社会性的观点 有什么不好 就是刚刚结束了 P.C.省选的前几届 有一个party 叫什么 叫sex party 性党 不是赢输的性 是性别的性 这个性党 是鼓吹什么呢 他说 所有对于淫舌物等的审查 是不对的 要所有人事物品都没有审查 就对了 这是其中一种观点 sex party 的第二种观点就是 所有限制人嫖妓的法律 全部都要废除 即是嫖妓完全合法 这个就是社会上有一些人的观点 还有 奔冬有一个组织叫Wendu 这个组织 是跟coastal health 每年拿25万元经费 而这个组织的社会性的观点是什么 它说 它反对别人去反对任何人 自愿把任何物质打到自己身体 讲得简单些 就是我打毒针 关你什么事 我有人权去把任何物质放在我身体里面 这些也是社会上的观点 难道你说 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 给一些儿童或者学生去吸收其他的社会观点 不是一件坏事 这句话只是讲了一半 第二半就是作为教育 你又没有责任告诉小孩子 这些现象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好是坏 你要不要说这件事呢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官的判 是非常之狭隘地 只是看教师有没有一个freedom of expression 而他想这个的条件 只是说有没有明显的 证据性的对于学生的伤害 其实就算跟回他的思维 我刚才都已经去反证了 他们的判决是错的了 我已经看过这个新闻 就是刚才的新闻里面 其中一个上诉订的法官都提出了一个关注 刚才你提到的关注 就是说到底学生是否可以有免于被洗脑的自由呢 他说这个可能是另一个个案 去作出一个裁决的一个 另一个案例来的 即是他会再迟些才做得裁决 其实我看完这篇报道 都觉得挺匪夷所思 正正就是这个案例里面应该要裁决的东西 他说不是应该裁决 是应该要先裁决的教师的表达自由 表达政见自由 而学生有没有权免于被洗脑呢 这个他说是下一步才裁决 我也觉得 刚才你刚才说的 最后一个说得对 就是这三个上诉订法官的裁决的理据 实在是非常之有问题 还有你刚才说起我以前参加国校的学位竞选 当时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什么呢 有一个叫Bernaby的Policy 545 我们就反对这个所谓五点四五政策 这个五点四五政策 其实里面其中一个我们觉得有问题是什么呢 它说原来任何人 只要你的观点是人类是异性戀为之正常 如果你持这个观点 你就是对人类社会危险和有害 你明明有个问题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说有人类两个人结了分 很普遍而已 你这样说 你这样想 你就是一个对社会危险的人 你的思想也对社会有害 这句说话 就在Policy里面 白字黑字写了下来 我们就是说 如果这些意识形态 写成为一个学校局里面的Policy 而你又要求那些教育人员 去根据这个思维去处理的事情的话 我们就觉得 对于社会真是一个和害 而对于学生亦都真是一个和害 但是那些政策 是好像借了龙耳乞翅耳那样的 有一次我在电台上 和一个持反对意见的NDP的学位 我带出这个观点 他说不是的 这句说话不是这样理解的 整个政策都是保护那些 就是同四年的学生 免受歧视而已 免受欺凌而已 就是你会发觉 这个社会里面有些人 是你和他都是看同一句说话 但是大家的理解 竟然可以是南沿北斥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理由 我会鼓励很多人 考虑一下出来从政 或者考虑一下在社会上面 有一些做一些事情 或者发表一些意见 因为社会上面 真的需要我们去参与多些 如果不是的话 有些这样的法官 有些这样的学位 有些这样的政客 去治理我们 或者是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下一代出来 会是怎样的 我都很同感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想都可以和大家说一声 下一集再谈我们 好吗 各位再见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 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一个百分之百关于汽车的节目 两位汽车达人中的达人 我是车评人Regina 陈慧心 我是车书频道主持人 托浩 车书频道 每个星期日 Regina 和托浩都会在车书频道里面 轮尽车谈 无车不欢 男人记得要听 女人就更加要听 好吗 triple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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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 成长 成长